昏迷死临近,大悲咒回春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,救苦救难,处处视现灵感 台北师佛教会理事长泰安法师讲了两则近年的事迹 1968年9月,一位新殿的青年王永吉当时服役金钟 适逢休假返家,修理家中瓦斯发生意外,全身达68%烧伤 报纸的报道是熟识的新殿广明寺真光法师在中立洽市看到报道 急忙返回台北,赶到更深医院探望 这时王永吉由于吸入郭多瓦斯,渗入血液循环 经过吸血,全身又现肿胀流汤,昏迷不醒 住院二月余,医师已不保能医 真光法师联络泰安法师赶到病房 两位法师前念大悲咒,由夜晚九时至十点半 次日八时,王永吉已经醒了,下午两时能起床小便 又睡至隔日二时,伤势好转,一星期后复原出院 八位医师护士惊讶地向两位法师合掌 王永吉先生俗名阿安,接受本刊访问时表示 观音菩萨灵感事迹太多了,不知的人以为迷信,其实是事实 但这,不应临时祈求,平时就要修善心,做好事,造善业 佛菩萨才会暗中保护大节化小节 另一件灵感事迹,台北市泉州街,一位中药商叫张建春 在1978年8月,他21岁的孩子发生车祸 送到台大医院急诊室住院二十余天,昏迷不醒 眼睛已不会动,医生护士都说没希望了 真光法师联络到泰安法师,赶到病房念大悲咒四十分钟 病人手已能举起,次日能说话,过两星期复原出院 现在人好好地在做事 泰安法师讲述,1980年2月10日 选择观世音菩萨灵应世纪实录,随起功德 感谢观世音菩萨灵世纪实录 感谢观世音菩萨灵世纪实录,随起功德 感谢观世音菩萨灵世纪实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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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世音菩萨灵世纪 Ally can 感谢观世音菩萨灵世久